中国近代史专家在史丹佛大学研究蒋介石日记的知名学者郭戴军 星期三22号在中华民国抗战胜利历史定位座谈会发表演说 他表示一场中国内战让中华民国赢得了抗战胜利 却没有享受到胜利的成果 这是中华民国历史最大的遗憾和尴尬 从918事变日本军阀展开清华野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蒋委员长全力的抗战 这个转内点改变了中国人全体命运 中国国力输给日本几个月内大半河山沦陷 国民政府要打到底 日本人以优势的武力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小日本踢到了铁板 八连浴血抗战 中国人终于打败日本鬼子 我们虽然听到一些声音 这些声音好像否认历史 不太愿意面对历史的真相 其实相当多的日本的朋友 日本的学者有识知识 他们是很清楚的 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希望参与这些研究 发掘历史的真相 并且避免重新再倒覆者 分享多年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心得 更欺人的还有 当年中华民国与同盟国 因美发而并列世界五强 今年同盟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 中华民国却没有份 国共内战改变中国人命运 两岸对峙 抗战历史也被扭曲 南疆州桥界盛大举办座谈会 三百多侨胞挤爆了现场 聆听郭代军为中华民国 抗战历史定位找出答案 引起大陆侨胞的共鸣 在我从小的印记里面 就是共产党的军队 把日本兵打败 那么直到有一天 我很大的时候 才突然觉得 哇原来事实不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立场尴尬 南疆侨胞发起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举办二十多项系列活动 为中华民国发声 侨胞一片热 林郑哲率领的代表团 代表政府感谢 全美各地的侨胞 对中华民国的支持和爱护 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 强力说明 中华民国抗战胜利 70周年的功劳 不要被对岸抢去了 东西文 吴中国彭迪在洛杉矶的 宝贝 中华民国务 。